律政司就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申請撤銷保釋上訴 終審法院押後頒書面裁決 黎智英繼續由懲教處看管 被控欺詐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黎智英由酬車押到終審法院 保釋上訴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許能 常任法官李懿和霍兆江 非常任法官陳紹海和司徒徑處理 沒有海外法官參與 律政司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說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細則 不可被司法覆核和干涉 這次上訴借希望中院全息港區國安法第42條 有關保釋原則 條例指明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准保釋 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 相信他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認為高等法院法官李混騰批准黎智英保釋 是犯了原則上錯誤 應該將保釋申請分兩階段處理 先有充足理由 相信黎智英不會重犯 再考慮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章的保釋權利 中院首席法官張許能問 考慮港區國安法第42條的時候 法庭是否可以漠視一般保釋程序 周天行說不一定但應該先考慮第42條 而考慮保釋決定的時候 不應該將保釋條件納入考慮 但張許能等三個法官質疑 說保釋條件或有效幫助法庭權行風險 預防被告重犯 黎智英一方說 如果法庭佔納應該考慮保釋條件 告遠批准保釋屬正確決定 應該判黎智英勝訴 既然控方沒有相關證據 令法庭有充分理由相信黎智英會重犯 法庭應該以無罪假定作為考慮基礎批出保釋 但試途徑質疑港區國安法的前設 是不准被告保釋 有別於普通法 認為不能以一般無罪假定考慮 五個法官聽取陳詞之後 押後頒書面裁決 期間黎智英繼續由懲教署看管 無線電視機者 陳明施報道